香港票房最高的八部黄飞红电影 每一部都极为经典 其中有一部《非常冷门》 第八名 黄飞红之《王者之风》 香港票房 1118万港元 本片是赵文卓担当主演的第一部黄飞红电影 从此 他便和这个角色结下不解之缘 直到如今 已经年近50岁的赵文卓 仍然经常在影视剧中扮演黄飞红一角 《王者之风》的剧情与李连杰主演的《狮王争霸》 结尾无缝衔接 只是片中没有了李连杰和关志玲 许克也将本片的岛筒 让给了洪金宝等人的师弟 武术指导出身的袁兵 许克本人则担任兼制一职 继续把控影片的质量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 《王者之风》的武戏要远远多于《狮王争霸》 几乎是一部从头打到尾的影片 可惜本片的票房连《狮王争霸》的一半都没有 一年后 许克再次亲自担任导演 并请回了关志玲 拍摄了《黄飞红之龙臣尖霸》 结果票房连《王者之风》的一半都没有 第七名 黄飞红之《铁机斗无功》 香港票房 1817万港元 在李连杰和许克闹掰之后 当时风头震惊的另一位香港大导演 王金立即将李连杰招指挥下 两人先后合作了 《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 《鼠胆龙威》 《新少林舞祖》等多部作品 《铁机斗无功》是李连杰主演的 唯一一部没有和徐克合作的黄飞红电影 影片充斥着王金氏的戏谑和恶搞 完全没有了徐克版黄飞红的严肃和气派 值得一提的是 本片的武术指导是袁和平 所以打戏依然非常精彩 第六名 黄飞红笑传 香港票房 1980万港元 本片是一部相对冷门的黄飞红作品 实际却大有来头 在许克和李连杰合作的黄飞红大卖之后 香港影坛随机掀起了一股黄飞红电影热潮 和当时的另一股风潮 周星驰领衔的无厘头喜剧热 交相辉映 这时 导演李立驰和编剧古德昭一拍即合 在制片人于仁泰 高志森等人的扶持下 将两股热潮融入到同一部电影中 拍出了这部黄飞红笑传 影片上映之后果然大卖 原版人马在次年又推出了本片的续集 黄飞红对黄飞红 票房虽然有所下滑 但仍然卖过了千万 第五名 黄飞红之狮王争霸 香港票房2754万港元 如果要评选一部最佳黄飞红电影 切以为就是这部狮王争霸 影片方方面面都非常完美 主角稳健 配角出彩 文气和武器的配比恰到好处 历史和细说之间调和得颇为精妙 是一部值得反复品味的佳作 狮王争霸上映于1993年 未来年度十大最卖作港片第六位 值得一提的是 1993年是出品黄飞红作品最多的年份 除李连杰主演的两部影片 《狮王争霸》和《铁骑斗无功》外 还有赵文卓的《黄飞红之王者之风》 李立驰导演的《黄飞红对黄飞红》 袁彪主演的《黄飞红之鬼小溪》 袁和平导演的《少年黄飞红之铁马流》 内地武术冠军王群主演的《少林豪侠传》 《真子丹》主演的《黄飞红与苏琪儿》等等 票房大多不理想 第四名 黄飞红 香港票房2970万港元 在李连杰出演《黄飞红》之前 香港荧幕上的《黄飞红》一决 一直被关德星老先生垄断 不过 关老在演完自己的最后一部 《黄飞红》作品《勇者无惧》之后 由于年事已高 就基本处于退休状态 直到李连杰版《黄飞红问世》 香港荧幕上差不多已有十年 没有黄飞红的踪影 而在主演《黄飞红》之前 李连杰和徐克都处于事业的低谷 急需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 诸多因素 最终造就了这部厚积勃发的作品 本片不仅改变了李连杰和徐克的命运 也为香港电影走向巅峰 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三名 《黄飞红之西域雄狮》 香港票房3026万港元 本片是李连杰主演的最后一部 黄飞红作品 徐克担任监制 导演则有红金宝担当 西域雄狮和成龙的红番区 《简单任务》等影片一样 像是李连杰闯好莱坞的热身之作 自然是一部港片 却加入了大量美国西部片的元素 更像是一部合拍片 本片也是李连杰最后一部 在香港大卖的电影 位于1997年 十大最卖座港片第四位 而其次年主演的《杀手之王》 香港票房仅有一千万 以难言成功 第二名 《黄飞红之男儿当自强》 香港票房3039万港元 本片是李连杰和徐克合作的 第二部黄飞红电影 也是李连杰香港票房最高的一部黄飞红作品 影片最精彩的部分 当然就是李连杰和真子丹那场史诗集的棍诀 而其设计者正是有天下第一五指之称的 袁和平 第一名 《罪权2》 香港票房4104万港元 其实成龙也曾两次出演黄飞红一角 而且这两部电影对他来说 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1978年的《罪权》是其成名作 由袁和平制导 而1994年的《罪权2》是香港年度票房亚军 由红权大师刘家良操刀 由于这两部影片的卖点都是罪权 又带有浓烈的成龙起居风格 所以很少有人会想起 成龙在这两部影片里的角色 原来就是黄飞红 在完成《罪权2》之后 成龙和刘家良之间闹出嫌隙 后者自组团队拍摄了《罪权3》 尽管有刘德华 李嘉兴等人助阵 但最终未能取得票房成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关注全球票房档案 每期带给你一个专业的电影榜单 我是主播天成 下期见